我们在这个树里一共相当于展示了200多座中州县上的建筑,大大小小的。 在比如学习这一章里,我们就把从古至今所有在学习的人都在中州县上学习的这些故事,人往全放在一个图里。 有关系,古代在中州县上学习,今天也在中州县上学习,通过一个比较现代,现代的比较漂亮的这么一种呈现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州县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东西更大程度地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联系,更能让当代的年轻,年轻读者能够觉得中州县跟自己是有关的。 我觉得北京应该是在中国的所有城市里最丰富的一座城市,就在一块发现大家特别有多的矛盾。 它矛盾其实就是因为多元性,我们也非常为此感到很有信力这个城市,就是很着迷于这个丰富性和复杂性。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所谓的年轻来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代理,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